老闆 买单 我来吧 你好 一共250 哎呀 不用 哪里还是买单的 哎呀 都一样 才200多 付过了 不是 你 你等我一下 我去一下洗手机 好 不就给我买个破手机吗 怎么连买单的钱都没有了 真好意思 哎 你看 我刚刚给你买了一块表和一件衣服 可适合你了 我都给你买完了 我又不缺衣服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最多主张 我给你买衣服怎么了 我是觉得适合你啊 你 是不是觉得我浪费钱了 这不是浪费钱的问题 刚才吃饭都是你买的单 我说你以后能不能别费啊 我怎么了 你凶什么 我换我自己的钱 我又没让你出钱 我没有凶你 我也知道你爱我 我只是觉得 那你为什么是这么不难发那表情 你就是觉得我在浪费钱 算了 不算了 我空了 咱们回家吧 我知道你不困 不想让你难受 更不想让你第二天之后 还要做出热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先吃就要好不好 我不是觉得你在浪费钱 我衣服够穿 你每天那么辛苦 自己都舍不得吃饭 还跟我想着买单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不想让自己的女朋友来养我 我希望我们把钱攒成了 留着以后 留着以后干啥 你说 你说呀 留着以后结婚用 可以的 对不起亲爱的 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我也只是想给你买个礼物而已 别让男朋友有的 我的男朋友也要有啊 我呢 以后会好好攒钱 留着我们结婚用 2020年终于过去了 虽然很难 但是由我们敲手以判的未来 拿着 拿着